微信搜索看见 关注公众号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中国有句邂逅语 叫唱戏的穿龙袍 当不了皇帝 但要是把皇帝的故事都写成戏 那明朝的皇帝 绝对都是一帮怪咖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明朝的这16位皇帝 都是什么样的人 Ready Go 开过皇帝朱元璋 那是吊声一席的典范 他当过和尚 讨过饭 如果军队造过法案 后盘队就突然开挂 一路人党杀人爬上龙椅 后来杀人杀上了银 亲自发明了各种虐杀手法 多走杀公神 又是杀贪官 哪只手也不放松 被现代医学诊断为 偏执性人格障碍 第二任皇帝朱元璋 本来是个幸运儿 老爹大哥死得早 皇位砸到脑袋上 年轻气盛的朱元璋 迎上来就想破旧利心 非要这帮大哥 刚一提出削帆 就被自己的士叔给削了 最后自己也消失不见 成为了历史上 著名的走失儿童 第三任皇帝朱棣 抢了侄子的皇位 理智要做千古明君 用自己的功绩 掩盖篡位的事实 最后成了工作狂 再被22年 没有休息过一天 也确实干成了不少大事 第四位皇帝朱高赤 由于老爹太能干 没事可做 心宽体盘 患上了肥胖症 每次走路都需要 两个太监扶着 只坐了十个月的皇帝 就猝死了 第五代皇帝朱瞻鸡 治国有风 国富明强 就开始发展娱乐业 他自己就是个 十足的玩主 从小就来斗蛆蛆 后来因为玩蛆蛆 搞得劳民伤财 人送外号蛆蛆皇帝 第六位皇帝朱棣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就是当皇帝 也是有可能被绑票的 他本来像是孙祖一样 蛆出打鲁 但是没想到队友太坑了 直接被敌人给俘虏了 第七位皇帝朱棣 是朱棣的弟弟 他在朱棣被俘期间 登上了皇位 他哥回来之后 他不仅没有让位 还把他哥软禁了七年 后来他哥 趁他重病 重新夺回了皇位 最初祺域死后 连皇陵都没有资格进入 第八位皇帝朱棣 第九位皇帝朱又称 这父子俩都是难得的情种 朱健身一生专宠 比自己大十七岁的万事 没留下什么子嗣 年老之后 才找到曾经一夜情 留下的种子朱又称 这朱又称 把老爹的痴情发扬光大 一生也只娶了一个女人 第十位皇帝朱侯照 堪称奇葩 他是个自娱自乐的主 特别喜欢给自己封官 在抗积蒙古时 他封自己为 总督军务威武 大将军总兵官 并以此号令军队 调拨军乡 除此之外 他还给自己封了 郑国公 太师 总督等一系列的名号 第十一位皇帝 家庆朱厚葱 毕生热爱生命科学 最喜欢的事就是炼制丹药 整天不上朝 没事就给自己 整两颗帝皇丸池 处理朝政 变成了兼职工作 第十二位皇帝 朱载后 对明朝最大的贡献 却是开放了海津 此后几百年间 新大陆四分之三的白银 源源不断的流向中国 第十三位皇帝 万里朱义军 从小就被张居正 管得透不过气来 连调戏个宫女 都能被上升到亡国的程度 哪有压迫 哪就有反抗 叛逆他亲民朝政之后 直接罢工不干了 连续三十天没有上过朝 第十四位皇帝 朱长洛身体不好 吃了一粒红色的小药丸 没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像一颗流星 划过了明朝的皇位 第十五位皇帝 朱油教 没好好上过学 从小就酷爱木工 像什么家具啦 传摩啦 都自己动手造过 是中国历史上 名气仅次于鲁班的木匠 第十六位皇帝 重新朱油检 工作努力 二十多岁就为国家筹办了头 但是终究抵不过大厦江青 最后国破家王 上吊在了眉山 皇帝的戏演完了 我就是想说 要是生不逢时 这当皇帝这活 还真不是人干的 The End 话又说回来 为什么明朝皇帝们 都这么多奇葩 这还得从他们 开国皇帝朱元璋说起 这个朱元璋 到底长啥样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 回复朱元璋 你就知道了